歡迎來到每天超市 一連十四集的泰北之類終於到了尾聲了 最後一集我們來到哪裏 就是泰北機場 其實這裏就不是很大 其實二十分鐘左右就已經走光了 其實在地面那裏 都有一些店舖是可以買手信回去的 例如這些乾貨 濕貨方面可不可以呢 生豬肉我是懷疑不行的 嗯...等你不要博了 東西又買完了 是時候找少許東西 治一下肚子 大家只需要找離境的方向 接著就會見到一條扶手電梯 上扶手電梯之後轉右 你便會發現有兩條通道 右手面就是一會兒我們要去離境的地方 而左手面就是我們現在要去的Food Court 進去看看 你會發現地方不算是超大 但是我覺得就剛剛好 正所謂什麼什麼什麼五臟俱喘嘛 由左手面開始看 這一間是賣熱狗 漢堡包 還有一些小食的 還有右手邊 再看看 這個是傳統的泰北飲料 甜點飲料等等 這個是麵條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選擇的時候 省家的你 就記住 記住你所有要點的東西的價錢 將它total加在一起 當然包括你要叫的飲料 然後你就去門口收銀的位置 買一張類似八達通的東西 就入你total的總數 假設2000泰珠 你去到店鋪面前 你再給他total這個QR Code 然後total 那間店鋪就會給你一張票 然後你之後就憑這張票 就可以回來拿東西吃了 聽到好像很簡單 但是其實臨場的時候 我們都要摸索了一番才發現 原來是這樣 如果你都在這裡買東西吃 我就推介你先找了位置 因為如果找不到位置 又拿著那麼多東西吃 就有些都很麻煩的 喝杯啤酒 終於可以開餐了 正啊 這次的舌頭就叫做這個 煮雞飯 即是海南雞飯 吃下去 嗯 嗯 居然是雞沒有雞味 飯沒有飯味 總之就是不好吃啦 第二味有涼拌酸辣粉絲 哇 這個好醒神 酸酸尾尾尾 開胃到爆炸 好吃 最後一味是燉牛肉麵 我叫麵的時候 我是選擇了蛋麵的 那他們的燉牛肉 是相當之軟的 蛋麵都軟滑好吃的 雖然不是說超勁蛋味 但是好吃的 那另外這個牛丸呢 好吃 蛋麵 都有濃的牛味 不錯不錯 那加上香草混進去之後 這個湯 是非常之好喝 這個我是很喜歡的 其實泰北多數喝的湯 都是很好喝的 簡直沒有得輸啊 嗯 正啊 除此之外呢 其實這個空間 都沒有什麼看的 雖然有飛機的跑道 但是我就覺得 沒什麼好看 說到這裡 一年十四集的泰北之旅 就是終於原本結束了 真的有點不捨得 多謝你們看完十四集 還沒看完的 記得翻看啊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分享 和訂閱我們日日超市啊 好啦 下次再見啦 很想去旅行吧 拜拜 拜拜